翹立短髮搭配甜美笑容 啦啦隊女神壯壯把台式音源 帶進韓國球場 有個可愛斯米達 横跨台韓還有棒籃族三七的她 也分享這段 國民外交的初登版 從2017世界棒球經典賽的時候 他們就有注意到 我在台灣的演藝經歷 在韓國啦啦隊產業上面是沒有的 豐富的履歷 加上不錯的外語能力 壯壯的一小步就是台灣的一大步 簡直就是啦啦界的阿姆斯壯 儘管他已經身經百戰 但到了韓國 武功竟然去掉一半 整齊畫一就是韓式音源的重點 一度讓自由奔放的壯壯 差點變綁手綁腳的瘦瘦 原本想跟前輩安之軒討教討教 結果兩人的時間還有距離完全搭不上 只能看影片自學 讓思念停留在暮暮糟糟糟 我們是桃園 那安之縣跟命狗 他們是高雄台岡 所以呢 我們就南北兩地分離 直到回到韓國的那一天 我們才像牛郎之女的相遇在一起 資深藝人前往韓國戰鬥 壯壯身為首位旅外的台灣啦啦隊員 一舉一動都代表著國家光榮 也期待台式音源不只響徹韓國 還因此邁向國際 靜秀 陳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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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